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一块进水盘 这一个标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没错,它就是海力士嘛 而且这一块盘,它还是在联某的机器上面拆下来的 联某的机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了 只要它们盘机分离就会爆炸 不对,是加密,当然这个也不是百分百的 至少我在同品牌机器上面处理过的 十个有九个从上面拆下来的盘都是带Bitlock加密锁死的 而且这其中至少有八成的客户 它是找不到恢复密钥 或者在当时就直接重装系统了 最后才去维修这个硬盘 这一种做法风险是极高的 一不小心它里面的数据就会被永久的锁死 它不管你是家庭版的系统还是专业版的系统 都是统一带了加密的 据说在家庭版上面还不会显示硬盘加锁的图标 当然这个我自己也没有测试过 是听别人说的 在它这种安全系数极高的全盘加密情况下 就算我把硬盘给修好了 如果没有恢复密钥的情况下 里面的数据依旧是无法访问的 大家也不要随意相信那些所谓的破解加密啥的 可能前几年的有漏洞这并不奇怪 最新版的到目前为止肯定是破解不了的 要不然微软的股价早就直接跌穿地板了 我也遇到好多网友问我到底能不能破解 我自己肯定是破解不了的 要不然这个加密不就白加了 所以我也是建议维修的同行在遇到这些不要胡思乱想品牌机器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原来的机器留下来 如果机主那边不愿意留机器的话 我也是不建议去接它的 这是我之前在这个品牌机器上面累计亏损了将近一万块的料板费 而总结出来的经验 说了这么多也是为了我后续万一翻车而留下借口 Buff已经描述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流 硬盘刚才我也观察过并没有明显进水的迹象 可能当时已经处理过了 这个电流一上电的时候是有跳变的 但是上电的瞬间好像是有点偏高了 可能存在一些小短路 我们开个热成像看一下 主控的温度稍微有点高 将近50度了 我们把这个主控给它挡住 然后再观察一下 除这一个主控以外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存在明显发热的地方了 继续看一下它的电压 好像电压都是可以正常产生的 这就难搞了 因为这一块盘坏的地方不明显 所以我们需要额外添加一块料板来进行参考 先看一下料板的电流 料板上电以后 这个电流稳定在0.23左右 这块料板我也是跟同行那边解释到舌头都干了 他才决定提供一个过来 让我赌一把 我不愿意接这一个盘有以下原因 第一就是原来的机器不在同行那边 第二就是硬盘大概率也是没有恢复密钥的 据说他的客户也没有登录过微软账号 第三就是海力士的黑胶非常的硬 容易跟焊盘一起刮掉 既然常规的方式找不到故障点 那就只好对着料板一点一点的排查了 还是先从电感这一条主杠开始入手吧 第1个电感25K 对比一下 坏盘上面是23K 偏低一点点 看一下第2个 第2个电感只有10欧 有点偏低了我感觉 再看料板的 料板是有400欧左右的 这个是给主控进行供电的 如果他这里的主值偏低 那有大概率是这个主控不保啊 咱们先把这个电感给他撬起来 看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 海力士的这块盘是有黑胶的 多看一眼 它就会爆炸 所以这一次就直接用烙铁把它给撬开 给它上点锡 刚才我又研究了一会儿 这一路供电是由前面这一个转换芯片输出的 电源输出这边倒是没短路 反而是后级这里短了 这边依旧是只有10欧 这个盘有可能他就是主控制深短路了 如果主控短路那也是属于绝症的一种 先让我问一下同行那边他到底要不要干吧 当然进水的盘也有小概率 可能是主板腐蚀引起的短路 刚才我已经跟同行那边聊过了 他让我自由发挥 撂板炸了就算他的 这样说的我心里很慌啊 其实我的内心还是希望同行那边直接放弃的 没想到他的毒瘾居然比我的还要大 虽然说这是让我自由发挥但还是要对每一个过来的硬盘认真负责的 这里是主控的0.8V供电 我们再给他单独烧个机吧 现在我已经调到0.8V了 一上电这个电流就来到了0.1A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减漏的地方 貌似减不了啊 有一点发红的地方还是这个主控底下 对比了 确实是这个主控这一点在发烫啊 咱们把这个主控拆下来做进一步的确认 让我来试试刀吧 汉盘这边我已经给他清理完了 拿掉这个可疑的主控以后 主值也跟着一起恢复了 很显然这个主控他就是脑死亡了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 翻版行不行 我知道你们会这么想的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已经在后台上面把料板上的这两个颗粒给他抠下来了 那咱们现在就来实验一下 本来我之前是很讨厌黑胶的 但是跟他们接触的多了 不管他是软是硬 现在都可以迎难而上 之前我换过其他型号的海力士主控 无一例外换完以后都是加密的 就是数据无法被访问 之前我是直接拿了两个好盘来做换头实验的 不出意外的话 我估计今天这一个情况也会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流 给他做一下预判 之前料板上电以后稳定电流是0.23的 现在颗粒换完 这个电流都不对了 这明显是出现了排液反应 现在我们上机再次对他进行确认 果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上机以后这一个硬盘 直接出现了一个没有出屎化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现在原厂硬盘是非常注重用户的数据安全的 再把料板上的颗粒给他重新装回去吧 还行 这块料板并没有坏 同行那边也可以把这块料板留给下次继续使用了 今天真是休了个寂寞